大家好,今天是一個人發握瘋 2023年大十二個星期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一個人發握瘋 一個人發握瘋會盡量在每個星期日 在YouTube上跟大家吹噓 今天想剛好看到這個節目 在南洋報紙上寫 為何99Speedmark The Insights Group選擇不上市 新聞內容是這樣寫 除了籌錢外,上市還能夠提高融資能力 吸引優秀人才,提高公司知名度 以及兌現公司價值等好處 上市對一家規模成熟的公司不是用事 更何況是中小營企業 講了很多一大堆東西 最主要都是賣廣告 我都幫他硬硬,廣告沒什麼所謂 大內賀,不喜歡有22個,不喜歡有5個 OK 其實對我來說 對很多人來說 對很多人來說 都仍然想說這個新聞 因為對很多人來說 他的想法仍然流於上市 其實就是籌錢的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現在資金呢 是悶到寫的 現在資金是悶到寫的 其實 其實在外國呢 有些所謂的 什麼 Angel Investor Fair 對 好像一些 Angel Venture Fair 對,他們叫Angel Venture Fair 就是 整堆天使投資者會去一些Fair 那你在裡面拿一個Boof 然後你就爭取一些 天使投資去投資你的計劃 Whatever it is 無所謂的 最主要都是 你談得到他們 你說得到他們 他們就會投資你的計劃 那麼我只是想 側面來說 這個世界呢 今時今日 至今是 多到寫 多到嘔 是 很多人都等自己投資的 所以 其實今時今日 所謂的公司上市呢 其實 只有 你說 提高 吸收人才 提高知名度 這些 都是假的 其實最後 都是這句 兌現公司的價值 說就說 兌現公司的價值 其實 說穿了就是 要走路 就是 不玩了 其實 很簡單的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有一盤生意 你 其實 說真的 沒有生意 是 不用做 就可以 可以代代平安 是沒有這樣的生意的 如果有這樣的生意 那麼 李嘉誠也不會等到 80多歲 都不退休 那些 這樣的情形 即是 無論高高低 多多少少 你都要做一些事情 去 不管是什麼 好像 華林伯伏 當然提字的事 用自己的智慧去 去 判斷 應該買什麼股票 是不是 那麼 李嘉誠可能 就要判斷 要做什麼 project 成 那 都是要做 不會說 我等到 project 自己 自己決定 他怎麼都要去看 憑自己的眼光去看 所以 一盤生意 其實無論如何 主人 怎麼都要 要 下手下腳去做一些事情 我們先這樣說 那 那 其實 那什麼情況之下 要上市呢 其實就是 不想玩 那 不想玩的意思就是 我不想你那麼多 我就 將公司賣了去 但是 將公司賣了去 又 有時候 又 不捨得 是不是 因為還在做 壞得不錯 那 最好 什麼呢 最好就是上市 為什麼呢 因為 今時今日 大家都不知道 上市 就是 股民自己 拿到多少票 其實 他們分分鐘 拿的股票 手上 是 要超過50%以上 他們可以控制公司 但是他們不知道 因為每個人都是拿少少部分 真的 很少一個人自己 拿了 51% 那 你拿少少我拿少少 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拿多少的時候 那就很有可能 你其實拿到51% 可以控制公司 你不知道 這是第一 所以 我上市 我把公司賣了 我 立即 兌現了公司的錢 之外 我還可以控制自己的公司 來玩 這是其一 其二 就是 我把公司賣了去 我可以馬上 我可以馬上把公司的價值拿出來 然後 拿去做其他投資 買股票 買其他東西 或者投資另外一個股票 的 計劃 所以 今時今日 對我來說 一間公司上市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可能性的 就是 公司 我要兌現了一間公司 就是 兌現 cash out cash out之後 就不玩了 不玩這件事 那 那 那些anjol investor 做什麼呢 很簡單的 cash out之後 賺到的錢 再去 invent其他東西 所以 這些anjol invenger 他們 不會去買股票 他們在那間公司 很小的時候 就 看到這個project 行 workable 就是所謂 他就會 喝錢 然後 投資 讓他增加大了 cash out 就走 google 是這樣的 Facebook 都是這樣的 公司 那 那 大部份 都已經走了 大部份 可能留下一點 不知道 但是最主要 他們都已經拿了錢 走 所以我想說的 都是那一句 今時今日 的股市 上市 我不是說股市 賺不到錢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都知道 有很多人 賣股票 賺錢 我只是想說 那間公司 上市 並不是因為 他想 籌錢 之類的 事情 他只有一個 可能性 就是要 cash out 將錢 拿出來 走人 或者不玩 之類的 所以這個 邏輯是很簡單的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 擁有這間公司 賺錢 為什麼你要上市 為什麼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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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合理 你說提高融資能力 其實 你只要去找一間 地址 來講說 我可以這樣賺錢 可以這樣 賺到這麼多錢 你都一樣可以融資到 不等同於你 你上市 只是等同於你上市 去上市借錢 為什麼銀行不借呢 你就要想 有時候 你就要想 為什麼銀行不借錢 就要走到市 去市場 賣了去 因為 你想想 我賣一個股 即 你賣股票 你都是把你公司 假設一百股 先 你斬成一百份 那你賣了一份 你要付股息 要付成的 你始終要付出去 為什麼 如果我和銀行正 我就可以 拿到一百份 的 profit 為什麼我要 去借錢 不去借錢 而去上市 來拿錢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是說不通的 就好像我剛才說 這個世界上 錢是多到偶 多到捨 不會找不到 投資者 的話 為什麼要去上市 上市之後 很多麻煩 因為 你所有 每一個錢 都要交代 所以 你靜靜地找一個有錢人 去投資 你都比上市 好 說真的 是好 過上市 因為 你找一個投資者 你跟投資者談判 你怎樣就怎樣 但你一旦上市了 你就打開判數 成就很多人可以 講 或者給意見 所以其實 認識的人 都知道 上市 只是押什麼一步 其實都要上市 騙錢 或者 真的去 cash out 走人 所以我想說 這件事 剛好那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 講一講 OK 接下來 我想說的是 ChatGPT 最近 ChatGPT 就去到 大四 Version 4 新的 剛剛 那我看到這些 review之後 我都很驚訝 因為好像 我看到一個 YouTuber 他說 他用來 generate code 可以 generate到 完全 可以 一 generate出來 就可以走那種 很驚訝 所以 是的 值得留意 不過 今天我不是想說 ChatGPT 那 看完 GPT之後 我 就 看到這個 字幕 是 美國之音 訪問一個 Microsoft 專家 所以 你可以看到 這裡 有 Voice of America 的 美國之音 請 訪問這位 專家 他說 是 人工智能的 專家 那 裡面 就提到一個 倫理的問題 一個 AI 倫理的問題 嗯 嗯 好像 在 查 GPT 他自己都說 在訪問中 也有提到 就是 嗯 關於中國的 看法 你用中文文和英文文 都會 不一樣的答案 因為 中文 參考的大部分 都是來自中國本身的資料 所以看法的結論 不一樣 是被中國本身影響 因為中國有訂很多論文 文章 去處理這個 做大外宣 宣揚 連中文 方 那 英文因為有 更多 西方國家的 一個 靠得的 能力 難聽地說 就是 說中國的不好 所以 就會有 如果你看到英文 就會說到 中國比較不好 但是 如果你看到 中國的答案 就會說 是嗎 中文的答案 中國就一邊倒的 好 那 OK 這個我不想 在這裡爭論中國的好語話 我只是想說的是 由此看出 無論這個查 GPT 怎樣都好 去靠外部的 資料 我上一節都說過 只要夠多人說 太陽向西方升起 查GPT 都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 他的資料 本身就決定了 他的準確性 因為他本身沒有 沒有判斷能力的 所以很多人就說 查GPT 會不會像Dominator 那樣 會自己走去說 我為了 霸佔世界 或者我為了 保護地球 我要將人類消滅 這個其實是意識的問題 只要你不 不讓他意識 思考的意識 那他就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就像現在的 JGPT 你沒有讓他 叫他思考的問題 你沒有叫他 說 那你 你學了之後 然後 你要 尋找自己的想法 他沒有這個 暫時 現在的階段 JGPT 是沒有這個想法的 他都著重於 始終都是在於 他 尋找到那些資料 然後去做給你 他本身沒有去決定 哦 這個資料是對的 或者這個資料是錯的 所以 我不認為 要擔憂的是那種 Dominator 所以 人工智能統領 世界 之後就毀滅世界 暫時 我是沒有看到 有人做這種 智能 暫時 OK 回到你 那麼 問題 這裡就帶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 Data 就是 我們給什麼Data 去 他就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結論給你 對不對 那麼 Input Data 就很重要 OK 那麼 他 聽完整個訪問 我就想起一個 一些東西 就是 很多年前 Tom Cruz 做的 叫做 Minority Report 那 這套電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年輕人應該沒有看過 那 Minority Report 說什麼呢 Minority Report 其實有 三個人 OK 有三個人 三後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能力 預測未來 就是他預測到 可以說 這個人會犯罪 那個人會犯罪 這樣的事情 所以 在 Minority Report 這套電影的背景的時候 就是 說 警察會 基於這三個人 可以 遇見未來的三個人 的 預測 去捕 人 當他 預測到 這個人會 會 抓人 不是 所以 當這三個人 會 會 預測到 艾軍會犯罪的時候 警察就會 走去 抓這個艾軍 說他會犯罪 所以 抓了他 原本 就 原本 就說 就是 當這個 System 三個人 可以 預測未來 他們想要 officially 就是 那些意願 或者這個系統的擁有者 就想 推行政府 說 不如我們 Formalize 就是 只要 這三個人 或者這個系統 我們 解釋到 有人 將會犯罪 我們就抓這個人 這個人 就是一個 犯人 我們 Formalize 將他變成一個法律 是不是 那就想推 那 有一天 就發現 原來 Tom Cruz 他本身是警察 然後 就被 這個預測者 這三個人 有預測的人 就說 Tom Cruz 會殺人 接著 就開始 要追捕 他 那Tom Cruz 就走了 那 後來 發現 原來 有一個叫 Mannoy Report 就是這三個人 其實有時候 他們都會有 不同的意見 有兩個 一個 或者 有時候一個 的時候 會有一個 講詞不同的意見 就是說 可能性 是 Tom Cruz 可能是 救人 可能是 三個人 裏面有兩個 預測 Tom Cruz 會殺人 但是 有一個 就說 Tom Cruz 不會殺人 那個就叫 Minority Report 那 設計這套 系統 就會 將 所謂的 Mannoy Report 當它不存在 但是 問題就是 這個 Mannoy Report 就是說 可能性 就是 它可能不會犯罪 但是 如果 有可能性 這套系統 就不能 可以 提出 因為 你不會 拉錯人 所以 設計這套系統 的公司 就很清楚知道 這個 Minority Report 不可以公諸於世 不可以讓人知道 但是 就要堅持自己 正確的 所以 這個故事就是 說 Tom Cruz 怎麼找到 這個 Minority Report 證明自己的 清白 當然這個系統 就沒有 完成 因為 都說 有可能 我們就不可以 當作真 對嗎 所以 最後這套系統 就沒有當作真 那 沒有讀 有偶 就是 日本有一個 寫 這些 偵探小說的 作家 就 有做 一套叫做 白金數據 那 作者就是 東野 鬼 我不知道你們 懂不懂 他寫 很多 偵探小說 我很喜歡看 他的節目 Amin 是他的故事 小說 他 基於 一套小說 叫做白金數據 英文名叫 的 就是 由 spider 學來 改編了 這套電影 這套電影 遭到 好的 一個人的樣貌 證定一個人的樣貌 身材 根據DNA去分析這個樣貌 身材 所以如果在犯罪現場 如果在犯罪現場 可以取得DNA 透過分析DNA 就可以知道這個犯罪是怎樣的樣貌 肥瘦,眼大眼細,手指長短之類的性格 然後就可以抓人 這個系統一開始當然要說他很厲害 很有效 但是 發生了一件事 這個 其實也不算是女主角 但是 其實女主角的這套戲裡面 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氣氛 是這兩個男主角 男一男二比較多的氣氛 基本上是其他之間的氣氛 那這個女主角就被殺了 有一天這個女主角被殺 那 就 就 經過那套系統的分析 原來發現這個男主角被殺了他 這個男主角被殺了他 那 跟Plancus很相似 那他就 逃亡 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除此之外 這套DNA系統 這套DNA 緝空的系統 就會發現一些NF 的人 就是NOT FAL 其實 他的電影裡面說到 他們日本政府已經 收集了很多很多 DNA 透過很多渠道去 去收集DNA 譬如說 鹽血 擦牙 捐血 之類的 從小時候 嬰兒就已經開始收集 所以他們有很多DNA 支持 但是 不知為什麼 就 還是有些案件 發現 找到DNA 但是找不到Mesh的人 來到大13個NF13 NF13 NF13 就是NOT FAL NF13 即是有13個找不到的人 那 跟著這個被殺 他就證明自己的無辜 之類 到阿妹 是證明到 是 這個 女人殺 這個 但是 那不重要 其實 令我心 令我想更多的事情 是 這個女人發言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 那些NF13 所謂的NF13 其實是因為 政府 特意將一些人 大約 從DNA 寄除 從DNA 寄除 從DNA 取出 即是 即是 那些高官 那些 總而言之 富二代 總而言之 那些政府 人員 或是 總而言之 高層有心 要取走的時候 他們就把 那些人的DNA DATA 落走防御系統 那他就變成NF 即是找不到出來 那是有意為之的 而這個女性天才是一個數學家 她就有那一堆DNA 被魚除了的DNA 到最後才發現 原來很多 因為她殺到這個女性的時候 她就找到一個NF13的DNA 原來那個NF13的DNA 就是這個女人的DNA 這個是醫生 裡面的愛行承受 我不想說太多了 你有興趣自己去看這部電影 不過也是相當日子的電影 更重要的是 她完全想說出的就是 同樣的她也是想用這套DNA 去推行 變成一個實際 因為其實現在 故事去到 其實一開始就說 現時DNA的偵測 只是一個輔助的功能 始終就是要 因為這個警察 始終就是要警察 真正去拘捕她 去證明她有罪 但是 這班傢伙 這班傢伙 政客 的系統擁有者 就企圖 將她 變成一個法例 就是所有人都要貢獻 她們的DNA 然後 由於有了所有DNA 所以 這套系統 就很完美的 去測空 這樣 將她變成 之前 Tom Coates 那套 我想用 預測器 去拘捕人 我這個就是用DNA 去拘捕人 這樣的意思 所以 但是 一套系統 一套人 DNA 被 除了 系統 所以 他們犯罪 就會偵測出來 那 為什麼 一個 AI的 資料 帶出 我這麼多 年上 其實 我開始 對 一些所謂的政權 政府 或者 什麼都好 我很有戒心 也很擔心 就是 一旦 他們 得到人民的支持 他們就可以 用力 對 任何人 不爽 任何人 就好像 minority report 一樣 只要我 我說 誰有錯 誰有錯 就誰有錯 這樣的話 這樣呢 就 很嚴重 因為 minority report 比較嚴重 因為 他是 預測 而已 他都沒有犯罪 他就說 你打算犯罪 所以我想說誰都可以 基本上 因為沒有證 沒有證 沒有證 而 這套 的問題 就是 在於 他 可以幫助 那些 有錢人 高層 高官 總之 那些人 一群人 就可以逃避 責任 因為 只要 不在 那個system 裡面 是 可以 任何犯罪 而 沒有人知道 因為沒有人 找不到我 這套system 過於依賴這個system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這些人就會 消了法外 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套戲 也是 的 Anjana 昨天做的 這套戲 找得也是一樣的 這套戲 找得也是一樣 有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有看這套片 你就知道 嗯 OK Morgan Freeman 所以 你如果有看這套片 找得也知道 找得就是 去用一個 找得 一個 Sawing 預算 來 即是 Future 即是 即是 OK 如果你有看這套片 你就知道 找得是 靠一個即報機 然後即報機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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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沒有提到 這裏沒有提到那一塊寶 那其實就是 說 他們 這個組織 這個找得的組織 要 他們是 看天行道的 他們要殺一些人 而那些人是怎樣來的呢 那些名字呢 就是 他一個即報機 那些即報機的一些格子 就會 他們靠他們的Decode 就可以Decode 一些人名出來 那些就是應該殺的人 不斷走 但是 誰知道 後來 這個所謂的Morgan Freeman 就是主角 不是主角 就是組織的 令頭人 就 開始 變成殺手組織 就是 他 因為 他只是靠那塊布 其實沒有人知道 那 這個組織裏面的其他 這些 手下 他們不知道 誰應該要殺誰 他們只知道要跟那塊布走 而那塊布 很多時候 就是 嗯 就是 這個Morgan Freeman 扮演的角色 去決定 即是 他會走去那塊 職部機 說 是A軍 是B軍 應該死了 C軍應該死 這些執行的人 沒有想太多 就會去做 但是 誰知道 其實 是這個Morgan Freeman 所以 這個Morgan Freeman 在做什麼 他就可以走去說 你要殺誰 你說 你要殺 師軍 OK 我就把師軍的名字寫出來 然後我就叫這群人去殺 那這群人就以為我真是 那個 職部機的預言 要去殺人 所以他就去殺 那實際 未必是 所以 變成 他就變成一個殺手組織 所以 其實 你可以看到 這些全部都同樣的 就是 當 我們 把 太大的 權力 放在一個人身上 或者一個組織 或者一個系統身上 就會出現一些很大的危機 Minority 就是 預測 誰 會犯罪 就抓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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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 數據 就是 我可以把 一些人 引申起來 從此 他犯罪 就沒有人知道 這個 找得 就是 我可以想殺誰 就殺誰 只要我掌握了 那個 預測的 職部機 的話語權 他沒有改 他沒有改 那個職部機的結果 他只是偽造了一些 說 上天要殺這個 所以我們就殺他 上天要殺那個 所以我們就殺他 所以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當 我們主動把一些權力 給一些不恰當的情形之下 那是很危險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對這些所謂的權威 What so ever 是 很有保留 不敢 不希望他們擁有太多 決定性的 話語權 對我們來說 是很危險的 尤其是我們手無寸的 偽文 那當然你說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說真的 我們 都說偽文 都做不到很多 但是 當我們 將這個 想法 這個 不可以給他們太多權力的想法 那 其實 我們偽文都可以生氣的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就是我做 我直問 我的節目又沒有人看 那麼 做來給鬼看嗎 但是 很多時候 怎麼都要說一聲 是不是 就算 沒有人看也好 我講到 有人看到 一個人看到就是 計一個 所以 我都是 希望 希望 想大家去反思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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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權威 或者 這些 這些 是否 應該 令到政府 有這麼大的權力 否則 對 我們 毅民來說 是否很危險 好了 今天的節目 早點做 因為 晚點 要 老婆 已經 上山了 半 大 整個星期 今天 終於回來 吃個飯 回來也不是為了陪我吃飯 因為明天要回公司 所以 晚上早點回來陪我吃個飯 就是這樣 所以 我今天 早點做節目 對不對 那麼 今期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二次 二次 三次 你好 坐 五次 二次 感谢观看